今天我们来介绍辣椒酱蒸排骨的做法 平时排骨清蒸吃得多,想吃点有口味的 试试这款辣椒酱蒸排骨 这排骨格外好吃,会吃辣椒的朋友们可以试试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,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准备所需食材 清水浸泡过的排骨冲洗干净,放入姜蒜末 加入生抽、蚝油、糖等调味料 酱料调匀后,加入一大勺 淀粉拌匀腌制半小时 将腌制好的排骨平铺于盘中,注意不重叠最好 放辣酱盖着排骨,辣椒酱都很咸的 腌排骨食盐都可以不放或少放 蒸锅水开后,放入蒸30至40分钟左右即可 技巧 一辣酱是比较咸的,在放入其他带咸味的调料时一定要酌情加入,避免过咸 二,加入油和淀粉可以锁住肉汁,排骨吃起来更嫩 好了,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,欢迎订阅关注